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9月12號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陳千諮詢的一項最新調查發現 美國的反華情緒和暴力犯罪可能嚇跑了許多中國遊客 隨著新冠疫情出現好轉 中國遊客重新走出國門 前往世界各地旅遊 然而 一項針對1000名中國成年人的調查卻發現 只有15%的人說他們對美國旅遊非常感興趣 20%的人說他們有點感興趣 而53%的人說他們絲毫不感興趣 或不大感興趣 相比之下 分別有54%和50%的中國遊客 對去歐洲和英國旅遊感興趣 調查結果顯示 多達57%的受調查者 把暴力犯罪列為阻礙他們來美國旅遊的原因之一 與新冠疫情並列第一 有52%的人對恐怖主義表示擔憂 另有44%的人把美國社會的反華情緒 列為影響他們旅遊決定的重要因素 調查發現 在35%對來美旅遊感興趣的中國人當中 多達93%的人說 對暴力犯罪的恐懼 可能阻止他們這樣做 此外 聽說過今年5月德州羅布小學槍擊案的受調查者 更有可能因為槍支暴力犯罪而避免來美旅行 陳堅諮詢指出 中國媒體對美國槍支暴力犯罪事件大篇幅報道 也是令人對來美旅遊望而生畏的一個原因 該機構建議 那些希望吸引中國遊客的旅遊目的地 應該強調安全和穩定 並明確告知 確保旅客在旅遊期間人身安全的策略 陳堅諮詢此次民調完成於2022年8月1日至5日 1000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成年人接受了調查 聯邦財政部長耶倫日前警告 今年冬天 油價可能重新飆升 9月11日 耶倫做客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節目時指出 由於歐盟今年冬天將基本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 並禁止提供允許俄羅斯石油運輸石油的服務 這可能導致油價飆升 耶倫宣稱 美歐之所以要限制俄羅斯石油售價 是為了取得平衡 一方面 限制俄羅斯石油收入 幫助烏克蘭繼續和俄羅斯打仗 另一方面 又保持一定數量的俄羅斯石油供應 以壓低全球油價 他說 所以我相信這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 我們正試圖採取措施 避免未來油價飆升 本月早些時候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意大利 日本組成的七國集團達成協議 同意對俄羅斯石油設定價格上限 但是尚未具體說明上限是多少 七國集團此舉 旨在限制俄羅斯石油超過一定價格銷售 如果俄羅斯向中國或印度等友好的國家出售產品 可能面臨較高的服務成本 以及來自銷售較便宜產品的國家的競爭 作為世界第三大石油生產國 俄羅斯威脅稱它不會向參與限定石油價格的國家出售石油 而這可能進一步推高全球油價 反而使俄羅斯獲得更多石油收入 七國集團決定限價後 俄羅斯立刻採取反制措施 關閉了通往歐洲國家的主要天然氣管道北溪1號 理由是這條管道需要維修 但不確定何時能修好 美國汽車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 目前 全美汽油零售均價已降至 美加倫3.71美元 而今年早些時候 曾超過美加倫5美元 加州有些地方甚至超過8美元 9月12日 特朗普律師敦促聯邦法官 阻止司法部繼續審查聯邦調查局 從海湖莊園查獲的機密文件 堅稱這些文件可能不屬於機密信息 而海湖莊園是安全的存放場所 特朗普宣稱 他作為總統擁有解密機密文件的權利 而且前總統絕對有權訪問總統記錄 無論這些記錄是否屬於機密 迄今為止 司法部一直強調 其調查所發現的東西涉及利害關係 要求情報界對聯邦調查局查獲的文件 進行迅速私密審查 並指出國家安全面臨巨大風險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則強力淡化那些文件的重要性 和特朗普持有他們的危險性 並稱其核心是一場失控的文件存儲糾紛 政府錯誤地把第45任總統 持有自己的個人記錄和總統記錄定為刑事犯罪 根據法庭文件 早在今年6月 調查人員就要求特朗普把他下台時 從白宮擅自帶走的所有機密文件 保存在海湖莊園的一個上鎖房間內 法庭文件顯示 8月8日 聯調局探員突襲海湖莊園時 從那裡搜走了11套機密文件 其中包括一些標記為絕密SCI的機密文件 那是最高級別的機密文件 聯邦檢察官指出 聯調局探員在搜查時發現了 數十個標有機密標籤的空文件夾 這意味著有些機密文件已經不知所蹤 有人猜測他們可能被賣掉了 檢察官稱存儲可能被他人獲取並泄露的機密信息 這是聯調局刑事調查的一個核心方面 司法部強調 在進行全面審查之前 他會遵循處理機密文件的特定程序 但是 特朗普的律師在提交的文件中宣稱 對文件的分類狀態仍然存在分歧 因此 政府的立場假設了一個尚未確定的事實 上週 特朗普任命的聯邦地區法官坎農 批准聘請一名獨立專家審查海湖莊園機密文件時 阻止司法部在其刑事調查中使用被扣押的材料 他說 情報界的評估可以繼續 司法部則認為 刑事調查不能與情報界的審查脫鉤 而且 情報審查已經暫停 目前 獨立專家人尚未選定 9月12日 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宣稱 他們認為 第三方獨立專家可以與他們合作審查被扣押的機密記錄 並且不能拒絕特朗普查閱這些文件 在9月12日出版的滾石雜誌10月號封面故事中 NBA荊州勇士隊球星庫里稱 美國人應該把前總統特朗普和他2024年入主白宮的可能性視為嚴重威脅 這位NBA總決賽的MVP說 把特朗普當回事 當然 現年34歲的庫里指出 在他擔任總統之前 過去4年 甚至到現在 如果他試圖再次參選 他的大部分言論都帶有分裂的基調 這在我們的國家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他繼續說 無論他還是其他競選公職的人 他們的威脅是如此嚴重和響亮 另一邊也需要有類似的緊迫感和響亮的聲音 這是必要的 這不是庫里第一次公開反對特朗普 2017年 在首席執行官普蘭克聲稱特朗普是國家資產後 為該品牌代理的庫里告訴聖河西水星報 如果你把ET從資產中去掉 我就同意這種描述 他暗示特朗普是個傻瓜蛋 那一年金鐘勇士奪得NBA總冠軍後 庫里公開說 他不希望他的球隊按以往傳統前往白宮慶祝 特朗普隨後在推特上回應稱 白宮的邀請已經撤回 庫里的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創立的選民登記和參與組織 當我們都投票的董事會成員 他告訴滾石雜誌 隨著這些全國性政治化的對話展開 你們要一同成長和發展 但不一定要選邊站 他說 我們想做的是保持真實 但也要激發有時令人不舒服的對話 庫里接受滾石雜誌採訪時 還分享了他曾被奧巴馬總統厲害訓斥的段子 2018年 他在一檔播客節目中重複了有關登月的陰謀論後 收到奧巴馬發來的篇幅容常的電子郵件 而那時非常嚴厲和直接的批評 奧巴馬和庫里私交很好 經常一起打高爾夫球 而且奧巴馬是出了名的籃球迷 庫里披露 奧巴馬告訴他人類確實登上過月球後 還指示他 你必須為此做點什麼 按照奧巴馬的建議 庫里在他擁有4500萬粉絲的Instagram賬戶上 與一名宇航員進行了直播討論 並拍賣了一雙定制款的太空主題運動鞋 所得收入全部用於科學技術教育項目 如果9月16日之前達不成新的合同 美國鐵路工人將開始罷工 而這勢必衝擊美國經濟 危及民主黨的中期選舉 有媒體報導 拜登政府正在向工會施壓 希望勞資雙方盡快達成協議 9月12日 白宮官員透露 總統拜登已經聽取關於此事的簡報 並密切關注內閣官員和經濟顧問這方面的工作 白宮經濟委員會已就此召開多次會議 這位匿名官員當天說 鐵路貨運停擺對美國經濟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9月11日晚間 拜登政府的勞工部長沃爾什再次呼籲各方盡快達成協議 他因此推遲了原定於愛爾蘭的訪問 據彭博社報導 如果鐵路運輸中斷 美國經濟每天的損失將高達20億美元 全美工業品的供應鏈和農業商品的運輸都高度依賴鐵路運輸 民主黨中期選舉的形式 剛剛因經濟有所改善而開始好轉 此時如果經濟遭受重大挫折 選情勢必再受衝擊 另外 拜登自稱是歷史上最挺工會的總統 如果外界認為他對勞工的支持不夠充分 這可能在政治上傷害他 到目前為止 12個鐵路工人工會中的10個已經達成新的勞動協議 不過 剩下的兩個工會代表了9萬多名鐵路雇員 9月12日 鐵路運輸公司開始警告客戶服務可能中斷 9月12日 拜登宣布了抗癌登月計劃的下一步遠景 希望加速發展新的治療方法和加強預防 發現 治療 避免人們因患癌症而死亡 當天是肯尼迪總統登月演講發表60週年紀念日 拜登前往波士頓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發表這次講話 以此向肯尼迪致敬 他說 癌症不在乎 你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 擊敗癌症是我們可以共同做到的 他在演講中提出 抗癌登月計劃的目標 是在未來25年把癌症的死亡率降低50% 拜登強調了被稱為癌症內閣的諮詢小組所取得的進展 包括堵上目前癌症篩查的漏洞 解決致癌物環境暴露問題 減少可預防癌症的發病 以及為病人帶來最新研究成果 該小組指出 拜登上個月簽署的降低處方藥價的方案 可以幫癌症病人節省藥物支出 拜登在講話中還宣布任命他長期的科學顧問 魏格金為健康高級研究項目署署長 該機構於今年3月創立 同時 拜登還簽署一項行政令 加強生物科技的研究和生產 以確保抗癌需要的相關先進科技產品在美國研發和生產 紐約時報記者哈伯曼以揭露特朗普政府的內幕而聞名 他在下月初將出版的新書中爆料稱 2020年總統選舉結束後 特朗普曾告訴他的助手們 即使在拜登宣誓就職後 他也要繼續留在白宮當總統 哈伯曼在新書《自信的人唐納德·特朗普的行程》 和《美國的崩潰》中寫道 特朗普似乎在總統選舉結束後 立即意識到自己輸給了拜登 他要求顧問告訴他哪裡出了問題 並說 我們已經盡力了 據稱 他還對白宮新聞助理說 我們還以為我們能贏呢 然而 隨著其盟友開始大肆宣揚 有關這次總統選舉存在的大規模舞弊的陰謀論 並試圖推翻選舉結果 特朗普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據稱 他告訴一個助手 我就是不打算離開 哈伯曼在書中寫道 特朗普還對另一個人說 我們永遠不會離開 你贏了選舉 怎麼能離開呢 據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 特朗普似乎對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 被竊取 深信不疑 他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任 麥克丹尼爾談話時 反問道 如果他們偷了我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離開 2020年總統選舉結束後 特朗普及其盟友 試圖推翻選舉結果的行為 受到了多項審查 國會眾議院特別委員會 正在調查2021年1月6日 國會大廈暴動事件 預計本月晚些時候 還會舉行一次公開聽證會 司法部也在對那天暴亂的情況 展開調查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 各TV頻道